佛法的漏进通和外道所谓的神通 其实是不同的 正觉解脱的正道 以修行八正道为根本 但是在深入禅定的过程中 某些佛弟子可能会引发神通 因此应顺导师 特别在佛法概论第八集中提到 在引发神通后 若非特殊情形 不能随便表现 如果利用神通来传布佛法 甚至招摇名利 是会被佛陀逐出僧团的 我们佛法的定跟外道定不同 外道定也许修禅定过程当中 外道定修禅定过程当中 也许它是 它也许能够修到 修到色戒乃至无色戒 乃至四空天 但是它不能出力生死 乃至它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会发通 可是这发通过程当中 如果它没有佛法的一个智慧力 它会自害己或害人 或祸害世界呢 除了因为禅定力越大 那你的念头所引发出来的 要迫害这个社会或种种 影响力会更大 比一般人 神通可分为神境通 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通 宿命通及漏境通 但由于前五项容易为人所利用 且仍在生死间流转 因此佛陀仅强调漏境通 漏境通即为漏境至正通 藉由彻底修习佛法义礼 断除一切的烦恼 才能涌离生死轮回 原正漏境通 法界新闻刘明明 泰南采访报道